安省计划本周为55,000名教育工作者提交复工立法 在这一举措出台之际 加拿大公共雇员工会昨日上午宣布 该工会代表安省公共、天主教、英语和法语学校董事会的监护人、幼儿教育工作者、教育助理和学校管理人员 如果未能与省政府达成协议 工会成员将从11月4日,也就是本周五开始罢工 省政府在昨日提出的最新提议是一项为期四年的协议 其中包括对年收入低于4万3千元的工人每年加薪2.5% 对于收入高的工人加薪1.5% 这对于他们最初提出的对年收入低于4万元的工人每年加薪2% 和其他情况下加薪1.25%的提议 在周日的会议之后 安省教育部部长斯蒂芬来切表示 CEOPE没有接受他们更慷慨的提议 仍然打算从中午开始罢工 他表示 省政府为了保证学生们能够继续上学 别无选择的只能在今天提出立法 根据来切办公室的说法 即将签订的是一份为期四年的合同 今天将提出恢复工作的立法 预计在周四之前将通过 以防止罢工的发生 担任CUPE理事会主席的劳拉沃尔顿称 该省的立法威胁是对所有工人的一届而光 他表示 CUPE准备在今日重返谈判桌 继续与省政府进行谈判 他们的首要任务 是谈判达成一项公平的集体协议 该协议需充足的资金 并且符合学生的最佳利益 安省的四个主要家长团体 也已经联合起来 对于安省的55,000名教育工作者 给予支持 即便是他们在周五进行罢工 家长团体在至省长和教育部长的 信件当中表示 教育工作者正在为改善 所有孩子们的公立学校而奋斗 他们正在进行谈判 以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 即繁荣健康的学校社区 和体面的工资和工作条件 如果他们被迫采取劳工行动 其中包括罢工行动 家长团体也将支持教育工作者 他们还希望看到 所有的学校图书馆 都能够为学生来开放 更健康的清洁标准 并且保证维护和修理的积压得到解决 以及大幅提高教育工作者的工资 安省计划在本周为55,000名教育工作者提交 复工立法 在此举措出台之际 加拿大公共雇主工会昨天上午宣布 该工会代表安省公共 天主教、英语和法语 学校校的校董会的监活人 友谊教育工作者、教育助理和学校的管理人员 如果未能和省府达成协议 工会成员将会在11月4日 即本周五开始罢工 省政府在昨天提出的最新提议是 一项为期四年的协议 其中包括对年收入低于4.3万元的工人 每年加深2.5% 对于收入高的工人加深1.5% 这个高于他们最初提出对年收入低于4万工人 每年加深2.5% 和其他情况下加深1.5%的建议 在周日的会议之后 安省教育部长史提芬来切表示 COPE没有接受他们更慷慨的建议 仍然打算从星期五开始罢工 他表示 省府为了保障学生继续能够上学 别无选择地只能在今天提出立法 根据来次办公室的说法 即将签订的将会是一份为期四年的合同 今天提出复工的工作的立法 预计将会在周四之后通过 以防止罢工的发生 担任CUPE理事会主席的罗拉·霍尔顿说 该省的立法威胁是对所有工人的一巴掌 他表示 CUPE准备在今天重返谈判冊 继续和安省政府进行谈判 他们首要任务是谈判达成一项公平的集体协议 该协议需要资金充足 并符合学生的最佳利益 安省的四个主要家长团体也已经联合起身 对安省的55,000名教育工作者给予支持 即使他们要在周五进行罢工 家长团体在致省长和教育部长的信中表示 教育工作者正在为改善所有孩子的公立学校而奋斗 他们正在进行谈判 而实现我们的共同目标 即繁荣健康的学校社群和体面的工资 以及工作条件 如果他们被迫采取劳工行动 其中包括罢工行动 家长团体也将会支持教育工作者 他们还希望看到所有的学校图书馆为学生开放 更健康的清洁标准 并保证维护和修理职压将会得到解决 以及大幅提高教育工作者的工资